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卡玛拉、哈里斯的新经济议程 她的团队似乎认为通胀是个关键政治弱点 因此提出了一系列围绕生活成本的政策 包括禁止食品和杂货价格欺诈 全国租金控制、首次购房者补贴和扩大儿童税收敌免等 但是,这些政策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让我们先反思一下 真正的经济繁荣需要的是对市场和政府角色的更清晰理解 比如通过血减繁文入节来建造更多住房 或是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哈里斯和其他候选人能否抓住这些真正引起美国人民共鸣的问题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夏末的华盛顿正被一股新鲜的政治风暴席卷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中 随着选举日一步步逼近 哈里斯团队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提案 试图在这个关键时刻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 通胀成为了每个美国家庭绕不开的话题 哈里斯的政策提案主要围绕生活成本这一中心主题展开 目标是减轻普通家庭在食品、住房和育儿方面的经济压力 他提出禁止食品和杂货的价格欺诈 这一举措无疑是针对那些在疫情期间趁机抬高价格的商家 他还呼吁全国范围内实施租金控制政策 这将对许多在大城市挣扎求存的租户来说是一个福音 此外 哈里斯计划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高达25000美元的补贴 并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为家庭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提供每个孩子6000美元的补助金 这些政策无疑将值及选民的心砍 尤其是那些在经济压力下挣扎的家庭 这些想法看似简单直接 但背后的政治考量却非常深远 正如华盛顿常言道 你不能在没有政治的情况下制定政策 哈里斯团队显然明白 通胀问题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让他的竞选活动陷入被动 也可能成为他扭转局面的有力武器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指出 这些政策提案可能已经过民意测试 并发现对竞选目标选民具有吸引力 然而 这些基于华盛顿控制价格的提案 也引发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忧 许多人认为 过度干预市场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AEI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尔曼表示 哈里斯竞选活动 虽然接近于接受丰富作为主题的概念 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点 需要对市场、私营部门和政府的适当角色 有更清晰的公共理解 住房问题无疑是这些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 赫尔曼认为 与其通过补贴和租金控制来解决住房问题 不如学习白宫最近宣布的供给侧政策 即通过血减繁文入节来建造更多住房以降低住房成本 他建议将联邦基础设施和住房资金与城市和地区放宽土地使用限制的进展挂钩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 然而哈里斯的经济议程并不仅仅停留在住房问题上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能源丰富的政策 廉价且充足的清洁能源是推动这个美国世纪所需的 哈里斯主张扩大核能核的热能的政策 这两种能源目前在初创企业中经历了大量创新 他甚至提出要复兴和更新独立计划 这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为摆脱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而进行的多方面努力 哈里斯的新版本将专注于开发清洁的24期能源来源 使美国摆脱稀缺的依赖 在这些政策背后 哈里斯无疑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向选民传达一个信息 他理解并愿意解决他们的经济困境 这种关注生活成本的策略无疑是针对那些在经济压力下挣扎的家庭 特别是在疫情后期 许多家庭的财务状况更加艰难 但这场竞选活动还有很多周的时间 双方都还有机会抓住一个可能真正引起美国人民共鸣的问题 丰富 换句话说哈里斯需要更多的关注如何创造一个更加丰富的美国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控制价格和提供补贴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在这个下幕无疑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 他的经济议程既有其吸引人的一面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正如AEI的赫尔曼所说 哈里斯的提案可能具有吸引力 但要真正实现丰富的美国 需要更深刻的市场理解和政策创新 在这场竞选活动中 哈里斯和他的团队还有很多时间来完善和推广他们的政策 或许 我们不需要等到2025年出版的内幕书籍 来了解2024年8月卡玛拉哈里斯竞选活动内部发生了什么 随着选举日一步步逼近 哈里斯的经济议程将如何演变 无疑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了解更多 芯片法案仍面临最艰难的日子 轻增长政策议程 我与格伦·哈伯德的长篇问答 制造业生产力疲弱之谜 基本收入需要人工智能来理解 本文最初发表与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首先,在哈里斯的新兴经济议程上 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提案 这些提案确实触及了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如生活成本和住房问题 哈里斯提议禁止食品和杂货的价格欺诈 这会让我们的超市不再成为抢钱机器 此外,全国租金控制和首次购房者补贴 都是具体而实际的措施 这些措施将真正帮助到那些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 这些政策的确能够有效缓解通胀压力 让美国人民过上更有增严的生活 哈哈哈哈,楚天书 你真以为哈里斯的提案能解决问题吗? 这些政策看起来很漂亮 但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 禁止价格欺诈 你以为商店真的会提高产品质量 不再偷工减料吗? 全国租金控制更是天方夜谭 这只会让房东不愿意出租房屋 导致租房市场进一步萎缩 首次购房者补贴更是变相地推高了房价 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更难买到房子 再说,这些钱从哪里来? 增税还是印钞? 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啊 谢其其,别急着泼冷水 哈里斯的政策不仅仅是一堆口号 而是有实际操作性的 比如说,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和提供婴儿出生补助金 这些都能直接减轻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儿童贫困率在2019年达到了13.4% 这些措施将能够有效降低这一比例 此外,哈里斯团队还提出了供给侧政策的思路 比如削减繁文入节来建造更多住房 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楚天书,你这样说好像哈里斯就是就是主一样 你提到的儿童税收抵免和婴儿补助金确实听起来很美好 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开支和更高的财政赤字 再说了,你提到的血减繁文入节建造更多住房的提议 这是白宫宣布的政策,跟哈里斯有什么关系? 还有,能源丰富的问题 你以为一句廉价且充足的清洁能源口号就能解决? 哈里斯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和数据 这只不过是指上谈兵 谢琪琪,别总是站在反对的角度看问题 哈里斯提出的政策是一个整体的经济议程 并不能单独看待其中的一部分 它的目标是通过多种措施来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 比如说,提倡扩大核能核的热能的政策 这是对于美国能源政策的一次重大创新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 核能核的热能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还很低 有极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这些政策如果能够实施 将极大的促进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楚天书,你说的核能核的热能的确有潜力 但你也知道这涉及到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安全保障 你真的以为这些投资不会增加国家债务吗? 还有,哈里斯的政策缺乏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长框架 这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做法只会让经济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正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70年代的独立计划 那是一个多方面的努力,而不是简单的政策拼凑 哈里斯需要一个更全面、更具体的经济计划 而不是现在这些看似美好的短期措施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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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